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自从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运作以来 收到了很多方面的反馈信息 今天就来就其中的一些反馈信息来做一些回应 其中有很多反馈信息一看就知道 是来自于敌对阵营的 来自于中共阵营的 来自于五毛队伍的 其中最最最普遍的 我大概每天都接受到好几百条上千条的 这样的回应就是 你们鼓动全民共振 你几时回来领导共振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 你们都很希望我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去自投楼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组织在好几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布置 他们知道我不会直接回到中国 所以说呢 他们让我的一些朋友啊 亲戚啊 同学 试图通过他们 来劝说我啊 到东南亚去旅游 大家知道啊 东南亚旅游啊 那可是个大陷阱呢 王炳章博士 彭铭先生 就是在那个地方吃的亏 那前人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个地方有陷阱 那我还会去吗 当然不会去 所以大家都死了这条心了啊 但是呢 我也不是说啊 一定不能回去 那五毛朋友 那我现在来跟你们呢 谈一个约定 你们如果能够答应 我就回去 我现在在这里呢 是执行一个任务 是执行呢 88位国内的民主同道啊 他们派给我的一个任务 他们要求我们 在海外啊 建立一个宣传平台 为启动中国的民主革命呢 建立一个宣传平台 那么这个工作呢 任务非常的繁重 多多少少啊 还需要一些才干 那我知道你们的才干是不够的 如果才干够的话 怎么会去当五毛呢 但是不要紧 如果你们愿意干 你们能够到我这个位置来 自带干粮到我这个位置来 抛家舍业到我这个位置来 承担我这项工作 我愿意免费的培训你们 如果你们呢 有我十分之一的才能 那你们就来十个人 我培训你们 如果你们只有我百分之一的本事啊 我有耐心 我培训你们 培训你们 直到你们呢 有这个能力 承担我这份工作 那承接这份使命为止 那我不在乎你们啊 过去的历史 只要你们喜心革面 到这里来做这一项工作 当你们把这一项工作啊 做好 当你们走上路的时候 我就很欣然的回去了 现在啊 在这个推特上面呢 在油管上面呢 对我们的攻击啊 是铺天盖地 一看呢 就知道是有组织的 那么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公式啊 多多少少还是会起些作用 对我们呢 本阵营的一些同道朋友 多多少少啊 思维上面还是有一点影响 他们看来就说啊 哎呀 你这个 李一平 吴建民 你们到底将来会不会回来呢 那我现在的这一段回应呢 就是给我们这些朋友的 我和建民 还有其他的这些团队的朋友啊 都是多年从事过民主运动的 当年呢 也曾经在国内啊 奋斗过努力过承担过风险 忍受过牺牲 所以说我很理解朋友们的心情 你们呢 都是独立的个人 你们呢 按照你们自己的良心 按照你们自己的原则 做出你们自己的行动的规划 我们在海外呀 提出建议而已 而且这一次呢 五一共振 我们是建议所有的民主同道 凡是受到任何程度监控的 哪怕是一点点监控 这些民主同道 我就建议你们呢 这一次五一不要出门 就在自己的家里坚守 就在自己的家里啊 吸引警力 消耗维稳经费 那让那些从来没有受到过监控的 那些朋友 到五一啊 到了我们所建议的那些地点 在我们所建议的那个时间 去培训自己的团队 去消耗对方的警力 去进行围观 去为下一次的七一来做准备 如果七一还不行 那么我们再为下一次的十一做准备 我们反复的准备 他们就要反复的消耗警力 这样呢 总有一次 总有一次 就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突破这个维稳的防线 我们一定会在他们的防线上面呢 打开一道缺口 让民众啊 对这个独裁专制体制愤怒的洪流 冲绝而出 那个时候啊 就是民主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 当那个民主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海外宣传团队 全民共振平台 完成我们历史使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一定会啊 迅速的归队回到国内 和大家站在中国的街头 一起抗击 专制暴政 这是我对国内民主同道的一个承诺 一旦民主革命正式开始 我一定回去 我等了29年 我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时机 那最近这几天呢 那五毛朋友啊 又多了一个啊 批评我的理由 他说你看看 你看你最近呢 有两个过去的老战友 都公开的站出来反对你了 那说明你这个就是有问题啊 说明你的人品 说明你的思维真是有问题啊 那我这里啊 想跟大家提个醒啊 在我过去啊 将近三十年的民主运动的历程当中啊 我结识了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的老战友 那这两位呢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把我过去的 所有的这些老战友老朋友啊 都集合起来 就这次全民共振呢 来做一个投票 那我相信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那都是要投赞成票的 如果仅仅是百分之十 表示反对 那我觉得 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那其中有位朋友啊 对我的这个批评呢 是非常的严厉的 而且是一再的重复的 那有些五毛朋友啊 看着就幸灾乐厚 就想呢 要我对他们呢 发起一定程度的反击 有很多人都来挑拨的啊 那我现在想告诉大家 面对朋友 同道之间的这些分歧 这些争吵 甚至是啊 我绝对不会啊 恶言相向 那古语说的好 君子绝交 不出恶声 我这个人呢 这点还是能够守得住的 面对这些来自朋友阵营的批判 我秉持啊 三个原则 第一个啊 就是要记得他们过去的好处 我记得这两位朋友啊 那都是我在啊 九十年代初 认识的老朋友 老战友 在那个年代啊 真是万马其鹰 一片黑暗 那个时候真正的 是看不到希望 那这两位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 一起站出来了 跟我一起奋斗过 在那个时代奋斗过的 学下的那种战斗的友谊 那是终身难忘的 那是可以啊 消灭我们之间任何的误会的 那是可以啊 给我非常大的一个耐性 能够啊 包容他们 也能够接受他们的批评的 那就是那样一种经历 所以说呢 五毛朋友 你们不要再费心了 我不会对他们做出严厉的回击 那第二个呢 是要理解他们的处境 我们在国内奋斗了 牺牲了 最后啊 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大家散步在天涯海角 所以相互之间的沟通啊 并不是很畅通 那么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啊 生活的环境 都有自己的经济负担 也都有啊 自己的朋友圈子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处境不一样呢 受到的压力也就不一样 受到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那么有些朋友啊 受到他 他可能呢 对我的一些评价 对我的一些批评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心 而是受到了环境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有什么理由 不对他们表示理解呢 第三点 对这些朋友啊 我是满怀期待 我是坚信 总有一天 当这个迷雾散开的时候 当一切啊 横埃落定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前嫌尽事 又会握手言欢 那个时候我们的兄弟情谊 就会得到恢复 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要拿别人去当炮灰 然后呢 换取我们自己的政治荣誉 我们将来啊 要回国摘桃子 要当大总统 持这种观点的人呢 不少 其中有一位啊 是非著名的自媒体的主持人 天天在网上散布这种观点 我现在呢 就想告诉大家 你们呢 真是太落伍了 那在国内的那些五毛朋友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有不少人呢 还是在西方民主国家 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你们怎么就没有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事业失败了 那当然摘不到桃子 如果我们的事业成功了 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 谁当大总统 谁当总理 那是由老百姓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不是哪一个野心家阴谋家 想摘桃子就能摘得到的 你们对这点民主政治的常识 怎么都没有理解呢 你们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常识 怎么会对我们做出 这样的可笑的指控呢 在民主社会 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指责一个政治家说 哦你想当总统 你想当总理 你就是想摘桃子 你们要是有 稍微有一点点社会阅历 你们稍微有一点点呢 对人的性格的判断力 你就知道啊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是天生的革命者 不是政客啊 你能想象吗 我这种人 建民这种人 会当一个合格的政客 天天到处去做秀 看见了小孩要抱起来 亲一下去讨好选民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天生的就有一股反叛的精神 那这股反叛的精神呢 支撑着我们 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就投身革命 一直到坚持到现在 在这个历史大变局的这个前夕啊 还想再往前冲一段 但是一旦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一旦我们推翻了这个暴政 那也就是我们政治生意还结束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呢 退回到我们自己的 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用了大半生的时间 去对付一个邪恶的 一个丑陋的政权 去跟一些丑恶的人打交道 那么下半辈子 我们一定不会继续过这种生活 我们下半辈子 我们的理想啊 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 是要和自己的家人朋友 我们要把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种生活啊 那才是最美好的 而不是跟你们想象的那样 说去摘个桃子 明白这一点 今后啊 就不要用你们的小人之心 来夺君子之父 好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谈心 谈到这里 那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